現在民進黨還回來了這次 我們就贏了兩三年 跟我們的軍方 沽風合作 現在他們也跟我們同心 軍隊國家化從前總統李登輝開始推動 至今二十五年 但蔡總統眼裡就民進黨執政 才能算同心 以前我們的軍隊 跟民進黨比較不親 因為國民黨之前那麼久 當兵要同心不只要親民進黨 要成為我們 總統特別點出是來自嘉義 台南高雄與屏東的小孩 所以現在都是我們自己的孩子 在保護自己的國家 我們覺得有感動嗎 有 榮樹夏談話討好了綠軍 總統卻忘了國軍可沒有分藍綠 難道三年之前的國軍 保護的就不是中華民國嗎 你用區域再分化這個軍隊 第二用時間點 現在軍隊給我們同心 以前的軍隊就不同心 以前的軍隊為了保護台澎金馬 在古寧頭 為國間區的那些國軍白死了 他不是我們的孩子 從以前國軍到現在 都是為中華民國作戰 今天蔡英文的說法 難道現在軍隊是民進黨化嗎 是民進黨的黨軍嗎 你今天這樣講是羞辱了 過去用鮮血用生命 在捍衛中華民國的軍人 什麼叫做他們是親國民黨的 他們親的是中華民國 小英總統拼初選 只對綠軍交心 可不能忘了自己同時也是三軍統帥 說出口的話 怎能讓國軍與國人寒心 既有林家會王志文台北採訪報導